习式展品引热议 造神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 中共一大会纸纪念馆最近陈列的一支茶杯引发争议 茶杯玻璃罩外面的牌子上写着 习近平总书记瞻仰中共一大会纸时端详过的茶杯 有心人整合近年来习近平有关的展品和景点 包括视察解放军报使用的键盘 视察杭州游船时坐过的椅子 视察海军机关时使用的毛巾和毛巾碟 视察张家口农家捞年糕用的照理 在庆丰包子铺用过的餐桌等等 就连习近平脚印都成为展物 有观察人士说中国这种荒唐的造神形势直追朝鲜 习近平个人崇拜极其挤落 中共二十大后会不会再现高潮 对习近平的吹捧一浪高过一浪 为何其威望始终不及毛泽东 荒腔走板的造神运动究竟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呢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修教授文贯中 文教授您好 主播好 观众们好 好 另外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 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 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 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 习近平端详过的茶杯 使用过的毛巾 毛巾叠 用过的键盘 坐过的椅子 甚至留下的脚印都被当作圣物保存 展出 这种做法可谓有人评论 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可比的恐怕只有北韩金家王朝 首先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 进入习近平第二个任期以来 我们看到这个个人崇拜的地象 迹象就遍及各个领域 那么您如何评论 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后的造神运动呢 对 造神运动 其实这是每一个专制制度的一个产物 也是个非常有特征意义的这样一个现象 因为马克思维博 就是德国的社会科学家 社会科学家马克思维博 曾经说过 在有些政权呢 特别是早期的那些政权 实际上就是讲的是 君王制的情况下面 一些不民主的国家呢 它的政权的来源 合法性来源 是靠的是个人魅力 靠的就是那些领导人的 个人的特质 所以呢 在这个特点 它描述的虽然是 在它那个年代的那些 不民主的国家 或者它以前的那些专制国家 但实际上呢 它到今天都印证 它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来看所有的独裁国家 你可以从这个近代史来看 都是这样 希特勒德国 这个斯大林 苏联的斯大林 中国的毛泽东 一直到这个北韩的那个 金家王朝 他们都是采用这种方法 来塑造政权的合法性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 一个重要的现象 也有它心理学的一个基础 就是从民众这个角度讲 它对政权的支持 它确实有心理上的一个需求 这个需求就是说 它要找一个蜿蜒 或者找一个权威 是不可能犯错的权威 那么这个不可能犯错的权威 是谁来体现的 那就是最高领导人 那么我们看 不管是从历史来看 还是从今天 当今世界来看 所有国家的独裁者 他都采用这种方式 来维护他的政权 要维护他民众 对他的忠诚度 因为这个领导 是不可能犯错的 这个过去我们讲 伟大领袖毛泽东 他就是这样了 他没有错误 只有他死后 他的错误才能出现 你可以想象 他在那个60年代初 就在党内这么 奇妙大协做一点检查 都导致他的权威大量 就是非常明显的下降 所以在独裁这一点里面 他必须要创造一个 神的这个形象 那么今天看来 习近平他这个 这个二十大以后 他已经掌握大权以后 这个运动就变成了一个 非常必要的 就是政权稳固的一个运动 因为他代表的那个政权 他的最大的合法性 还是来源于一个 个人的权威 所以在这点下 我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刚刚那个主持人 提到有一些 比较夸张的动作 比如说走过的地方的脚印 还有他端详过的茶杯 这种 我觉得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 就是其他的人 自发的揣摩上意 做出来的这些行为 这个当然跟他的需求 是相符的 但是他的效果 未必能达到 他所谓的搞个人崇拜 搞这种个人权威 所希望达到的那种效果 但是还有一方面 我觉得可能也要强调 就是所有的独裁者 本身也有心理需求 我们说一般的独裁 都会有一种 我们叫做那种自恋症 所以对个人权威的树立 独裁者本身也有他的心理需求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今天的造成一种刚刚开始 我们可能要事目以待 可能还有更荒唐的 造成的这个行为出现 好的 那么中共改革开放后 所有的党章 中共改革开放之后的党章 规定要禁止任何形式的 个人崇拜 党史专家注意到 党章在过去四十余年当中 做过多次修改 但是禁止个人崇拜的 这个规定 一个字没有动 那么我来请教 纽约文贯中教授 这一类荒诞的个人崇拜 和造神运动 习近平他本人知道吗 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自己觉得习近平应该是知道的 因为这个瞒不过去 另外你可以看 习近平对那些 就是搞个人崇拜的那些官员 他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 那个李鸿忠 李鸿忠从湖北的一个省委书记 后来就清云直上吧 他就是以说这种绝对的 这种个人崇拜的话 而文明以全世界了 他不是说过那个 所谓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的不忠诚 这种很荒荡的话 大家以为这个人应该下去了 没有 他就一路高升 他在那个天津 当那个市委书记的时候 还发生了那个倉库大爆炸 这也是震撼这个全世界了 也没有下去 那个现在变成人大什么 副委员长 那个国家领导人 国家领导人 那么大家都看了 大家都看了这个 就是如果吹牛 拍马 搞那个个人崇拜的人 他的下场是什么下场呢 一路高升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 最高层应该是知道的 那么至于为什么呢 就是我稍微多讲几句话 就是因为中共呢 他就是靠暴力 这是他自己不隐晦的 就是我就是枪杆子 刀把子 然后逼杆子 这个三个子 来那个维持我的统治的 当然这三个呢 都是需要巨大的资源的 你看军队 那个攻减法 对吧 还有那个大量的那个秀才 党内那个用的秀才来写文章 都需要计量的资金 如果要降低这个 这个这方面的那个成本的话 那么最好的就是谎言 谎言里面呢 比较成本最低的就是 搞成全全国人民都变成渔民了 不思考了 就是盲目崇拜那个最高领袖了 那么就没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维稳的那个问题了 所以呢 我觉得那个从那个 中国共产党的 他的本质来说 他是需要这样一个造神运动 好的 那么文教授 文教授主要讲了两个观点 一个是上游所好 下必甚言 再有一个呢 就是造神运动 可能是一个最 最这个成本最低的 这个保持国家这个思想一致 统一思想的这样一个 一种做法 好 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 我们两位嘉宾发表了 他们对这个中国造神运动的 这个看法 下面我们来看看我们网 我们的网友 他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一位叫 叫何Jacob 这位网友呢 他在回应 我们美国之音这一期节目 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 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 他说 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 重返愚昧的象征 另外 Leo Leo 这位网友说 当然是高级黑 一个领导人喝过的茶杯 当成文物 实在是可笑低级 地球流浪者 他说 既不是低级红 也不是高级黑 你们认为是荒腔走板 但是他们却是认认真真的 一本正经的 在搞个人崇拜 妖精 妖精 他说习应该是 切忠某些人的要害 他的所谓圣物 没有在中国流传 中国早就没有个人崇拜了 甚至不如那些明星 这是不同看法 另外一位 林林 他履行着他的义务 只是中国愚昧的民众 对头的尊重过头 神化了他 反而让他受到诋毁和恶意抹黑 另外一位令狐冲 这种事是个别现象好不好 而且也是发生在落后边缘地区 根本不是普遍现象 沿海省市不会有这种事情 真的吗 上海一大会址 是不是沿海省份 是不是发达地区 我们刚才给大家列举了两种不同的看法 这样吧 我想请两位嘉宾简要地回应一下 特别是对我们这个 对中国造神运动表示怀疑的 那些网友们的看法好不好 首先是余博士 余博士 您怎么看 对 其实是造神运动 或者是个人崇拜 绝对不是个人行为 这是肯定是已经寂静的所谓的国策 刚刚讲的这个文教授也提到 就是这个造神运动 它有它的社会性的功能 所以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个别现象 或者说是一个什么不发达地区 愚昧的一个行为 这是可以肯定的 好 另外文教授您怎么看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 因为文革的这个巨大的成本 那个亿万人受到的那个冲击 对吧 甚至很多人那个生命都丧失了 那么在党内在党外 都引起了大家普遍的谴责 所以在那个就是文革之后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民族是在反省 是反对这个重新在搞那个个人崇拜 所以那段时间你像那个邓小平 他都愿意让自己的那个名字被人家使用 有一次那个国庆游行的时候 大学生自发的就是叫小平你好 那么就把一个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一个中国文化里面 把一个老人的那个名字抬出来 而且是有二十几岁 十几岁的那些大学生在那里呼喊 那么但是之后中国就意识到 就是说因为这个党的那个本质 他没有什么东西来显示自己的合法性 他那个一边是用这个所谓暴力 就是如果你那个对我的合法性进行挑战的话 那就镇压下去 那么邓小平后来也走上这个道路 就六四的时候就坦克车都已经开到 那个天安门广场去了 这是北洋政府和那个民国政府 从来没干过的事情 从来就干出来了 那么这是一点 但是呢毕竟这个成本是非常大 这个后果非常严重 这个全世界都制裁中共 所以呢就是说 他就发觉就是如果搞一定的那个个人崇拜 那也是好的 所以呢就是两条路线 我觉得两种那个对那个个人崇拜的态度 在中国都存在 好的 那么我们不能够说没有人反对这个个人崇拜 所以呢因为有这个力量存在 所以党章里面那一条就是反对个人崇拜也没有取消掉 那么有时候会这个呼声比较高一点 那么当然那个有些地方就这种东西就少一点 那么应该来讲就在那个比较明智开化的地方 这些行为可能是相对来说少一点 我就很难想象上海会把那个习近平只是看一眼的东西 作为一个圣物展览出来 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但是到内地它有可能是会普遍的发生 关于那个脚印的问题 我倒是亲眼目睹的 因为有一次我去参观那个小港村 那个他有一个有一个黑屋子 就是当时他们农民开那个黑会 觉得要搞包产到户那个会 那个房子的旁边还有一个房子 那个房子的大院里面就有两个脚印 然后就圈起来让人家战养 那么我去问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呢 但是习近平也到过这儿 就站在这个地方 对我们发表了一个什么简短的演说 那么这两个脚印 他说就是一个就是供后代那个战养的地方 我心里觉得非常可笑 但是呢我是亲眼目睹 就是说在那个安徽的农村就发生这事 好那么看起来 这个文教授是一位这个亲眼目睹者 记得西方有一位哲人呢 说过这样的话 说历史总是重复自己的错误 如果第一次是悲剧 那么第二次就是闹剧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专制独裁 曾给中共造成深刻的教训 给中国造成深重的灾难 我来请教余博士 现在习近平重蹈毛的负责 难道共产党国家就真的离不开 个人崇拜和专制独裁吗 对这个中共的历史 实际上呢 我非常同意刚刚文教授说的 我们在文革以后呢 大家有一个阶段是深刻反省的文革 当时有很多的学者 还有共产党内部的改革派人士呢 也提出要对文革呢 进行全面的深入的反思 并且有人主张建立这个文革博物馆 那就是要大家记得这个历史的教训 而文革最大的教训 只一就是说 对个人的崇拜过头 以至导致一个人的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行为 引发一场民主的灾难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讲 共产党不是没有反思过 但是呢 在历史上面 不光是中国共产党 在其他国家 也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包括前苏联 但是呢 前苏联在斯大林 我统计过斯大林 他在这个生前 他所在的 就是这个时代里面 关于他的个人的 这个比如说树像啊 雕塑 还有一些这个纪念的这种场所啊 可能达到上几千个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呢 就把它逐渐的给它消除了 所以呢 一个国家的这个 重大的灾难以后呢 民族进行反省呢 它是会有这样的一种 反省的过程 可是呢 我看这种反省的过程 是取决于他的政治 制度的这个改革 是不是能够到位 我很欣赏这个 文贾宝总理讲过那句话 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 你前面所做的其他改革 都会最后还是化为乌有 然后呢 还会重蹈覆辙 那么中国现在的情况 就像这个当初这个毛刚刚这个去世以后 那个政治改革没有到位 现在就引起了个回潮 特别是在中国这个非常不利的这个情况 我讲的不利的意思是中国其实那一方面 改革带来的这个全面的这个社会的进步呢 给这些领导人反而是带来的红利 他们用这些经济上的红利呢 来推行一些政治上的专制呢 让人们感觉到是 这些政治上的 经济上的红利是政治专制带来的 这个恰恰相反 中国过去40年的这个经济发展 是由这个改革政治改革带来的这个一个红标 不是政治保守 不是退到毛那个年代那种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中国的一个诅咒 这个诅咒什么时候会去掉 我觉得还是要中国进行 最后要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政治变革 让这个独裁的制度本身 会被彻底的抛弃掉 那么无论习近平及其亲信 如何按照毛泽东的形象 来塑造这个习近平本人 可是毛泽东的地位和威望 都是习近平渴望而不可及的 记得共产党的革命导师 马克思还是列宁啊 我记不太清楚了 说过这样的话 说领袖的威望 它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在革命实践和斗争中 自然形成的 我来请教文教授 这就是为什么 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好像总是给人有一种啊 生拉硬拽的这样的感觉 请问文教授您有这种感觉吗 有这个感觉 就是跟那个习近平 本人那个个人魅力 他的学历 他的思想的深度 另外他那个所谓对党的来说 对党来说 他个人的功劳 这都是有关系的 因为毛泽东毕竟是一个相信暴力夺取政权 对吧 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么一个政党里面 毛泽东是打下这个江山的 然后他又有文采 写了大量的诗词 这个在中国就是说很重要 因为中国是一个相信这种诗词啊 文学这么一个民族 那么毛那个平时讲话呢 又比较风趣 对吧 个人有一定的魅力 那么等等 那么这个这个习近平都没有 这边当然想有一个幻想 就是说通过那个像全世界到处讲 我看了多少书 看了多少书 每个国家里面 都是把那个国家的那个几百本书 都好像都已经看完了 这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他希望人家就是产生这么一个幻觉 就是他是那个书读全世界民族的这么一个学者 那么同时又出版了几百本著作 这个不可能的事情 那个我一生就是搞学问的 到现在也没出到的东西 那么另外呢 他碰到一个好机会 因为四十年改革开放呢 确实帮中国积累了一些红利啊什么的 那么他现在就把他像那个俄维山下来了 他就说这些功劳都是我的 所以呢 他也想要这个拿一点这种东西 但是我觉得是不会很成功的 因为民间对他的尊敬很小 所以就要搞个个个人崇拜 所以就是硬搞 硬搞 硬搞 好我们现在呢 这个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 给大家选读一些 首先是华华兰 他说正因为一尊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度 远远不及毛泽东 所以一尊自己也很需要 在越来越变本加厉的造神运动中 获取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绝对好的印象分 这显示是一尊自己的自信心 严重不足的表现 惠王 说人还没有死就留纪念物 这黑的也太讽刺了 杨 为什么不能崇拜 为国操劳清心 清尽心血的人 为国家做贡献的人都值得崇拜 李江 现在没什么不能做的 没有什么不敢做的 为了保党哪怕枪口对内 另外我们网友 网友的评论 疯狂的林子 A Wild World 他说一个国家 只要其报纸上满是领袖时 可以肯定这个国家一定是个粪坑国家 该国的领袖是个粪坑领袖 陈教授Professor Chen 说从毛的造神运动就可以得知 造神不仅会祸害自己 更会祸害自己的下一代和整个社会 造神将会祸害大陆民众和社会一百年 延安造的神如此 雄安造的神亦是如此 另外一位叫铁手 说九龙治水时期 中国权贵资本主义 开始对权力发起冲击 神话一尊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是防止红色权贵的资本主义卷土重来 二是应对美国绞杀 保持一个强大的军事动员能力 我们看到无论是我们聊天室里的网友 听众 观众 或者是我们这个网上的网友 都有对习近平搞个人独裁 造神 个人崇拜 表示理解 甚至认为可以这样的观点 那么我们下面讨论 我们继续 对 接着我们的讨论 看看能不能回答我们这些不同意见 我们看到自2017年以来 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经历了极起几落 始终不温不火 效果不是特别好 就给人总给人一种油爆皮吧 半遮面这样一个感觉 要搞还不敢搞到底 试水 然后想搞 那么请教余博士这是为什么 您预计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现在 他扫平了党内各大派系之后 那么他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 会不会掀起一个新的高潮 对 我也想回忆 回忆我自己见过的个人崇拜 就是崇拜现任领导人 我记得大概十多年前 我去四川在汶川地震激怠 那个碑前面 其中当地政府画了几个人的脚印在那儿 胡锦涛总书军在那儿 就是站的位置 还有什么的 那不是习近平 那是讲的是他们那几个当时的领导人 我讲这个的目的就是说 其实中国这个文化骨子里 是充满了这种对权力崇拜的 这样一个大众心态 这个是不管是现在的习近平也好 过去的这些领导人 领导人也好 毛泽东也好 他们搞个人崇拜 所以有的这样一个土壤 其实再看看蒋介石 在台湾在过去的民国的时候 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 非常悲哀的一点 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土壤 是一个容易滋生个人崇拜的地方 那么当然这个从个人崇拜 就是过去习近平权力不稳的时候 他搞的时候 就遇到了党内外的一些阻力 其实在大概四五年前 曾经有过一次 各个地方开始挂他的照片 那个时候非常明显的 遭到各地的抵制 认为这是搞个人崇拜 所以当时中宣部紧急下令 把这些都去掉 所以那个时候是 又抱皮疤半遮面 那个因为权力不稳的情况 当然二十大以后 现在已经全部扫出障碍了 那他要搞的这个个人崇拜 我觉得应该是说 没有人再能够提出异议了 特别是人们广泛认为 那些改革派全部都下台了 已经不在位置了 所以搞个人崇拜 已经是没有阻力了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个人崇拜 其实很有意思 他所达到的目的不是让全民崇拜 他要达到的目的 其实是要叫大部分人崇拜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有部分人反对 大家在比如沿海地带 那个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地方 那些人对这个个人崇拜是反感的 甚至是抵制的 也就是鄙视的 这个对他这个造成运动 是没有这么障碍的 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是 你不管怎么搞个个人崇拜 这些人是不会买账的 但是他要达到的就是说 大部分人能够支持他 让他的这个就是让政权能够稳固 所以这个造成运动 在他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下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举措 好 那么几年前 我们看到中共发布了一个奇怪的文件 禁止低级红高级黑 引起外界广泛议论 因为这有一些不同寻常 低级红是什么 低级红是水平问题 用心是好的 只是你手段比较拙劣 而高级黑呢是立场问题 别有用心把反话正说 我来请教文教授啊 您觉得用来分析 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 他们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呢 我呢不是很熟悉那个 中共这种最新的语言啊 那个我的理解就是说 你要赞扬那个共产党 还要有水平 如果没有水平的话呢 那么就变成低级红 那么这个党报也要进行谴责 那么批评那个共产党 对吧 有的那个批评呢 就是说水平很高 一般的人听不懂 或者是不理解 那么这叫高级黑 对吧 那么也要做到那个党报那个批评 那么我自己觉得呢就是说 这个呢当然都是中共想要维持自己的统治 这个所谓合法性的一种手段 所以特别是践 Yuko 但是美国的总管也有没有变成呢 如果有这个观点 如果我们现在去看如果没有变成的 那么我们现在是做最大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去看 那我们都会有这个 这个就是世界大弹 增加的 这个世界大弹 这是什么 那我们做的 但是我可以站在哪里 一位网友叫Dog Chai 他说造神运动 既不是低级红 也不是高级黑 而是在争着向习一尊表忠心 习近平向来治国无方 用人为亲 又一直借反腐之名 党同伐义 体制内的官员也是人心惶惶 不知道哪一天 社会主义铁拳就砸在自己头上 半军如半虎的独裁体制下 唯独没有人会跟 一个只会唱赞美歌的小丑过不去 另外一位答案 说造神运动应该不是高级黑 习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 端详过的茶杯作为展览 是在强调习是中共原教旨的正统 习在提醒各级官员 自己拥有连任的合法性 反向思考 也许党内存在对习治下 内政外交困局的质疑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最后我这样 我以我们聊天室里边的 观众们的一些评论来作为 结束我们这个上半场的讨论 于四郎 说吹捧一个贤明者 将使他漏洞摆出 把一个白痴吹捧成神 将使一个国家加速灭亡 Brita Adams 说中共对习近平的个人宣传 似乎已经达到文革以来的最高点 以最高领袖 英明领袖称之 但这样反而引起公愤 让更多的人觉醒 Old Pink 说十年前习近平一上台 王沪宁就献上一记 树立领袖威望 深得习近平欢心 习时代的个人崇拜就开始了 最后一位 And CCP 习现在的连任威望 靠的就是香港 下一步拿下台湾 就彻底和毛邓并列了 好 我们感谢文贯中教授 和于平博士的精彩点评 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 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